iOS 9 新加入的蘋果版 Blackboard 新聞APP 終於在今天iOS 9 Beta 3 版中加入了 這段影片簡單動手試玩一下新聞APP 第一個好消息 支援翻體中文 第一次使用可以選擇三個自己喜歡的頻道 第二個好消息是 你除了能訂閱官方頻道外 也能加入自己喜歡網站的RSS 比如像可以把iPhone日報加進來閱讀列表 在最下方往上滑 你可以回到原網站看完整文章 自己訂閱的頻道會在喜好項目裡 像可以訂閱iPhone News或iPhone日報 可以編輯不想要的頻道刪除 你所訂閱的文章串流會在為你推薦的 如果有喜歡的文章也可以把它儲存 可以點習加入最愛或是儲存 那就會歸類在以儲存裡 這樣之後就可以離線閱讀 這上面也會有瀏覽紀錄 如果你想要加入新頻道的話 再探索 裡面有建議的頻道 還是按照分類 你也可以輸入關鍵字搜尋 如果想要把自己喜歡的網站加入 加入閱讀列表很簡單 只要開啟Safari 瀏覽器 點擊下方的功能鈴 這邊就有 新增到News的icon 點擊 就能加入News 可以自訂自己喜歡的文章頻道 目前都是英文的內容比較多